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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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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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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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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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今天想要用这个 biscoff spread 然后就做matcha跟biscoff这两个口味了 然后这些就是全部要用到的材料 加30g的Ursau foot butter 我现在做的是给一个口味罢了 然后这个要拿去融化 你可以用microwave融化或者是去水上面煮 然后这个牛油是融化了的 然后你放凉了之后你就可以加糖 然后我是用这个brown sugar 食谱里面是讲是用coconut sugar 但是也是可以用brown sugar 或者是全部白糖也可以 60g的brown sugar 然后再加40g的白糖 然后再加40g的茶匙的盐 然后再加40g的茶匙的盐 加一个40g的盐 加一个40g的鸡蛋 加一个40g的鸡蛋 然后加这个180g的coconut milk 然后再加vanilla essence 一茶匙 然后上一次我加那个matcha powder 我是加5g 然后我觉得有一点不够味道 可能我这一次会加到可能8g吧 然后现在我在做这个biscoff的 然后我加30g的这个biscoff spread 然后糖的话我全部减半 这个spread它是甜的 所以我怕等下做出来会太甜 然后再加这个glutinous rice 然后加172g 还有一茶匙的baking powder 好 起来这个 黑芝麻和白芝麻 给它装饰 现在我要装这个biscoff的 然后这个我就会用这个饼干压碎它来装饰 因为我们很香 是的 今天吃饭 已经吃饭了 现在吃饭了 现在吃饭了 我把咖啡吃饭了 有没有 如果我们吃饭了 就吃饭了 真的吃饭了 不然就吃饭了 不然有没有 我把那个饼干全部拿走了 这个我试给你们看 它上面是很像脆脆的 这个我用来试吧 里面是很像母鸡 先来吃这个抹茶的 它是很母鸡的里面 我来试试这个饼干的 很脆 我觉得这个 biscoff的味道 我没有吃到 我没有吃到biscoff的味道诶 很fell诶这个 但是它的texture是很母鸡的 可能是那个coconut milk的味道太重了 自己吃啊 自己吃啊 有没有 加的超好吃的 这个抹茶的很好吃 这个抹茶的很好吃 我觉得那个black sesame 是最好吃的 所以 你们要试做的话 你们就放那个 啊 不要放那个抹茶粉 然后就换成30g的那个black sesame paste 然后就可以了 也是一样的step 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啦 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 拜拜